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3号表示 对于全球尤其是北半球国家来说 目前新冠疫情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未来几个月将非常艰难 谭德塞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在是10月份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来 但是已有太多国家的病例 呈指数级增长 很多地区的医院和重症监护室接近负荷极限 台敦促有关国家立即采取综合性措施 以减少本可避免的死亡 防止基本医疗体系崩溃并避免学校等再次关闭